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Tommy 大家應該很好奇 為什麼前面是這個睡覺的開頭 因為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扭蛋 它是 湯姆與傑莉鼠 它的這個造型啊 都是以這個可愛的睡覺知識喔 那我們在網路上訂購了一套 現在已經拿到貨囉 我們就一起來開箱吧 那我們先來看蛋子喔 湯姆與傑莉 一共五款 那我們等一下就依照蛋子的順序來看囉 好 那我們第一款是這個 傑莉睡在雲朵上喔 雲朵軟綿綿的感覺 蠻舒服的 那這個雲朵的表現啊 有點像棉花糖 有一種鬆鬆軟軟的感覺 等一下 可以睡在雲朵上 那不就是天氣之子嗎 好 那放在手上啊 好像小寶寶喔 萌肚爆表 那我們第二款是 湯姆睡在軟墊上喔 這個屁股翹很高耶 他們是這樣睡的嗎 好 那這款 也跟上一款一樣有做出凹槽喔 對應它的貓爪跟頭部 可以直接放上去啊 就像貓睡在上面一樣 軟墊陷下去的感覺很真實喔 看它的表情 睡得很高興 感覺應該是做什麼沒夢吧 我看它會不會夢到 怕抓到傑莉啊 呵呵呵 好 第三款是 傑莉睡在吊床上 這個有一點阿拉丁的感覺耶 那它的睡帽啊 很可愛 還有一個小球球在這個後面 那這款它是鑰匙圈喔 整組一共有兩個可以當鑰匙圈 這是第一款 但應該很多人不敢用吧 畢竟這個容易髒啊 髒的就不可愛了 尤其是這個可愛的睡臉喔 髒掉的臉就像去 煤炭乳工作完直接睡那樣 然後這款配色很漂亮喔 女生應該會蠻喜歡的 好 那第四款一樣是傑莉喔 欣欣睡晚換睡在這個月亮上面 那這款讓我想到夢工廠的LOGO耶 有點像 然後這個月亮啊 它是起司做的喔 然後這裡有這個棉被垂下來 感覺也很有真實感 那這款就是第二個鑰匙圈啦 如果要拿來用的話 覺得這款比較適合啦 因為它整體都是比較堅固的 那像第三款這個吊床支架的地方啊 它是這個細細軟軟的結構 像這樣子軟軟的 比較有可能拉扯到啊 就斷掉 那第四款這個就不會 整體比較醜用啊 沒有細細的地方 那這個就是裡面的兩款鑰匙圈 好 那我們最後一款 終於換湯姆貓囉 它是睡在一個枕頭上面 那腳看起來很淑女啊 然後兩隻腳抱在胸前 看起來好像很冷的樣子 那這款一樣有做出凹陷的印子喔 直接發現上面就會有這個凹陷感 枕頭的表現啊 很蓬鬆 那有點像是飯店會有的那種枕頭啊 原本我以為它是這樣睡的啦 躺著 那這下半身都飛起來 也太詭異了喔 然後看一下蛋子 原來枕頭是要立起來的 像這樣立起來 這應該是沙發馬鈴薯的樣子吧 在沙發上睡的應該都是這種感覺 嗯 很冷的沙發馬鈴薯 那以上就是這一組的介紹啦 那湯姆與傑莉記得我小時候賴床的時候啊 要是聽到主題曲 我就會毫不猶豫的跳起來 因為太想看了 就算是當時我是六點覺起床的小朋友 也是要起來看完卡通再睡 那因為它的主題曲啊 是很熱鬧的那種交響樂 就是我們片頭那個很大聲 也很響亮 那建議父母可以拿來當鬧鐘喔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影片喔 如果你也喜歡他們的話 記得也分享給喜歡 湯姆與傑莉的朋友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快點吧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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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 automatic 加油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